看一下,如果說你在Photo這邊做好了 那您就可以從上面這邊做一個存檔的動作囉 點進來 把它點一下 好,現在我們大致上先看一下 雖然還沒有完全出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給它名字,然後就可以選格式 原則上就是有JPG跟PNG 那你也可以直接選擇,有兩種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存到所謂的什麼 這個雲端的硬碟上,Jobus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儲存在本地端 這樣也可以 但是呢,這裡 因為我們沒有付費對不對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存在雲端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就變成說你必須做完了就直接存了 下次進來又是好漢一條 這樣了解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雲端服務它也必須要存活下去 那雲端服務現在大部分有兩種情形 它希望你繼續使用 所以會給你一些免費的 再來 怎麼樣,有些比較進階的功能或付費功能 就是比較需要的,它可能就是屬於付費功能 所以它不希望說你用以前我們軟體的授權方法 怎麼樣,一次買斷式的 買斷了我就不用再用了對不對 就不會再買了嘛 可能升級我就隔好幾代 可是現在不一樣,跟我各位的手機一樣 你的手機 請問你會不會沒有插信卡在那邊用 會,我偶爾會這樣用 但是呢,那是已經淘汰了手機才會這樣用 對不對,你要通話嘛 所以你沒有繳電話費 直接就不能用啊 了解意思齁 所以你像這樣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這樣了解的 OK 那我們剛剛用POTO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中文字不行 那有沒有現障服務是中文字比較豐富的 有耶 這裡給你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齁 好,你看一下 我們現障服務裡面有第三個 有沒有,這有第三個 叫B-Funky B-Funky 那這個呢 你進來之後會像這樣 這個我做給各位稍微簡單看一下就好了 好,你就START嘛 對不對,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上面一樣有這三個 只是這裡沒有變中文而已 這樣你了解嗎 DESIGNED就是我們剛剛用的設計 有沒有 線上的服務都還蠻接近的 這幾個齁 好,那你進來之後 點進去會像這樣子 我已經進到這邊來了齁 剛剛因為我先挑了齁 這樣比較快 好,你選好這個照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來裡面 這邊做編輯 欸 好,不,這個是照片編輯器 等一下 我應該要選那個 設計的 離開 我一樣先選設計就好了 因為左邊兩個還是一時一樣 一個是什麼 照片的編輯 另外一個是拼貼嘛 拼貼那個都還好齁 所以應該比較沒問題 我們就直接進入設計這邊 那這個線上服務它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有簡體中文 沒有繁體中文齁 但是還可以 好,進來了 好,進來了 有沒有 一樣 左手邊,有沒有一些範本 這樣了解意思齁 所以你就挑看看 欸,你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要這個 感謝卡 有沒有 Thank you 有Plus的就是要付費的 有沒有,一樣 對不對 好,按下去 重點來了 這個字 我們這個 雲段附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它中文字的部分 是OK的 你看我點到它 欸,看起來 字 重點在這裡 上面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hour 這是他們家的 這是你家的 了解吧 嘿 這裡抓到的是哪裡 你自己電腦裡面的畫面 那個裡面的字型 我們往下走 有 有沒有看到中文 有沒有跟你電腦一樣 啊,你了解齁 所以其實雲段附 也可以做到這一塊 也有蠻厲害的 嘿 只是大多數通常都比較沒有 大多數都是只能 就是標準的那個 細明體齁 所以可能大家用的 就比較 不OK 那這個算是很特殊的 所以 我們的 這個 糟糕 我現在這個輸入把它 會把我字弄 亂掉 你就直接貼上就好了 不對 這個字型跑掉了 我剛剛選 可能我剛剛挑的時候有挑錯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存檔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 它保存可以存在什麼 如果你有註冊一個帳號 你可以保存在雲端裡面 下次再打開 所以這個 算是 比較 要不一樣一點的 至少就是 免費的部分 就可以做到 不用說一定要付費 這樣子 當然它還是一樣 販本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屬於 plus的 這就是 屬於付費的 付費的範圍 這樣OK嗎 可以的 好